詞・編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編曲 李宗盛 詞・編曲 李宗盛 今天我們一年度的 《月潭星星》的代理人 她曾經在世界上 非常多國際對於小力精演奏家來說 非常重要的一些大賽當中得到很多的獎項 其中包括了日本千台的音樂大賽 還有 Joachim 的小力精大賽 Wajnowski 或者是 Sturr 這些對於小力精演奏家來說 非常重點的一些國際的賽事 他都榮獲了大獎 並且在這當中的戰鬥頭角 學起音樂至今二十多年 然後國際上或者是國內各大舞台 大師班 演講等等 經驗其實都還蠻多的 那比賽對我來說 它是一種抹煉 但是它也是一個目標 它讓我能夠對音樂有熱情 而且對練琴保有鬥志 一台對於一位正在崛起的音樂家有重要性 所以我非常非常非常這次的活動 那也希望說 除了台灣的學習音樂的小孩 學樂舞蹈 有志願想要往音樂爐走 希望你們可以踴躍報名這個活動 那它會提供官員的獎金 然後也會提供 有曝光演出的指揮 謝謝大家 那給青年們的舞台有什麼 那就音樂的部分 當然我覺得我們提供這樣的樂團星星 我們這一次有更特別的是 其實我們把明年的黨旗都已經排出來了 那從八月開始 那也希望大家能夠 入選的音樂家能夠 一個人能夠登記大概五次吧 是不是 希望能夠在從八月開始到年底十二月 希望能大家都有演出的機會 在台灣也好 在國外也好 其實能夠上舞台的機會 並不是很容易 那所以說我們這一次 新北的這個樂團星星 就能夠提供這麼樣一個好的機會 能夠讓台灣優秀的音樂家們 能夠一起良性的競爭 然後得到這個好的機會 所以我自己是感同身受 因為我能夠體會到說 機會真的不容易找 那如果能有政府從背後這樣 推一把的話 的確是能夠讓我們 在音樂路上走更順遂 那其實我們另外 其實就像剛剛兩個音樂家有提的 其實我們自己文化局所屬的 還有很多的博物館 那也有辦理很多的活動 那或者是一些開幕的活動 那慶祝的活動 我們都希望這些年輕的音樂家們 能給予這樣的機會 能夠在活動當中能夠表演 也帶給新北市政府 其實希望能夠辦理更多 更多年輕朋友 能夠展現舞台的機會 那希望藉由2018年新的一次的徵選 讓我們的這一次的徵選到明年的五月底 那希望各個喜歡各種音樂類型的年輕朋友們 不論是古典 不論是傳統 不論是跨域也好 各種的音樂類型都可以來參加我們的徵選活動 台灣開過這麼多音樂會來講呢 我的經驗就是說 觀眾如果能夠給音樂家越多支持的話 這是讓音樂家進步的更大的動力 所以我全身是動不了的 然後我就被送到音樂嘛 然後就是躺了十天才醒來 躺了十天我也不知道說 我的手會不會好 因為其實當時核磁公正查出來 就是說裡面是不是有水中 那醫生也說 可能要開刀之類的 就是在達魯裡面啦 達魯裡面醫生 然後我們又覺得 怕就不太 不太 你知道嗎 因為台灣醫療太好了 就覺得好像 對 所以就好像 有點迷茫耶 就覺得以後到底能不能拉起 就會覺得說 天啊 就後來你已經拉起你的字 對啊 對啊 現在已經都已經震了 哦 早就已經拉好多場 哈哈哈哈 剛剛聽不出來嗎 我知道 今天來招待一下 我要當時 ujin 有 改善 給我們 我們 從部分 不是